桃園市西门国小校舍因为结构安全疑虑 三年前拆除重建 那么今天落成启用 崭新的校舍采现代化的设计 拓宽走廊空间让校园变得是通透明亮 整体环境更加的美观 提供学子良好的学习环境 熟练的拉着大小提琴演奏 同学们带来精湛的弦乐演出 让桃園市西门国小新校舍的落成启用典礼 增添文艺气息 新校舍楼层间的洞线流畅 加上更明亮宽敞的空间 能提供孩子们更好的学习环境 因为耐震的一个系数不足 因此这一洞就进行来重建 那其实在重建的过程 其实大家也非常辛苦 因为遇到了缺工缺料 以及疫情的影响 那经过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终于今天我们进行落成启用的典礼 也希望提供孩子一个更好的学习空间 新校舍包含13间教室 一间演艺厅 会议室 校室室 及行政办公室 带动整体校园环境的美化 西门国小校舍因安全疑虑 三年前拆除重建 期间历经疫情缺工等问题 如今终于完工启用 谢谢施工团队的辛苦 能够把这个工程好顺利的完工 那么总经费大概两亿左右 其中教育部补助了大概一亿四千万 也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级的 外面委员委员民意代表帮我们支持 我们市政府再贴了六千万了 能够把这个工程完成 现代化的新校舍 吸引不少学生及家长驻足欣赏 全新的教室及设备 有助于提升学生们的学习意愿 市府将持续协助桃园各级校舍更新 让学生能在更好的环境中 丰富学习和成长